夏天是一个高温多雨的季节 这个季节对路面病害来说 它是个高发期 特别是路面的坑草 路面坑草呢 它是在雨水和高温的联合作用下 在行车的条件下 由于路面骨料局部脱落 造成坑洼 久而久之形成坑草 坑草是一个影响行车安全的一个隐患 所以我们将来一再呢 在过程中呢 加大巡查的力度 发现一处修补一处 原则上按照小洞大补 原洞方补的原则开展修补 修补的过程中呢 注重质量的控制 特别是在各个工序 衔接的环节上呢 拔好质量官 确保密湿度和压湿度 最后确保修补的质量 一个夏天 全南京的干线公路 要产生上千个坑洞左右 我叫王家田 一般五点钟就干好 干到十二点就不干了 下午就不干了 在八九点钟的时候 我们一个人就发一个大碗面 然后再给他两个鸡蛋吃一下 然后到十二点钟回家吃完 高温天气会减少我们的工作难度 因为这个沥青啊 它晒软了以后 我们用电红膏打好打 铺沥青的时候也好铺 它这料子不轻易冷 这个料子如果低于一百度的时候 就不好铺了 冬天时候不适应 这个羞羞补补补的 这个料子温度保重不了 那除非是在过温地 坑洞过于大的时候 抢修化 那是必须得搞 谢谢大家